欢迎今天来耶鲁北京中心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 我是耶鲁北京中心的副主任王立轩 首先呢还是来了挺多新面孔的 然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那我们中心呢是成立于2014年的10月 是耶鲁大学历史上首次在美国校园以外成立的第一个全球性中心 那我们从2014年10月成立以来呢 也一直秉承着耶鲁大学追求光与真理的使命 然后呢主要是汇集各行各业的精英领袖 对社会热点话题 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还有比较紧迫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 那今天呢我们聚焦的话题是 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这个压力管理 那大家都是这个压力无处不在是吧 然后我们也无处可逃 那尤其是在这个跨文化和这个多文化环境下 这个压力管理呢又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他也是非常有挑战性 也是非常的复杂呢 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 我们请到耶鲁情商中心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 王振兰博士 那提到这个情商 可能大家来也都是非常关注心理学 都知道这个情商这个概念 是我们耶鲁大学现任校长 苏毕德校长他来定义的 那这个情商中心呢 是成立于2013年 他主要的目的和宗旨呢 就是帮助不同阶段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 这个情商的开发 从而帮助大家在社会中 工作中 学习中 社会中取得成功 那今天呢 王振兰博士呢 他分享的内容主要是 基于西方文化的这个心理学理论 在中国文化中应用的一些思考 在介绍这个跨文化研究的 这个同时呢 就是他将深入的探讨呢 如何就是把西方的这套心理学理论 本土化 能够发展出适合中国文化的 这个心理学理论体系 从而呢 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 迎接这个压力的这些挑战 然后让我们更加积极健康的 一个生活态度来面对我们这个生活 那王博士主要的研究 重点呢 也是在情绪调解和情感支持 尤其关注这个跨文化和多文化的 这个压力 还有儿童发展 他的本科呢 是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 社会心理学专业 辅修了教育学 同时呢 又去了美国 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获得了发展心理学 这个博士学位 那今天这个活动呢 我们除了现场的这个观众 我们在耶鲁北京中心的视频号 还进行了直播 然后这个活动呢 是一个半小时 让我们王博士呢 大约分享40分钟 之后呢 我们就跟王博士有一个 这种问答的一个互动 今天呢 有奖品 今天提问的头三名啊 咱们会获得这个 耶鲁情商中心创始主任 Mark Black 他一本最新发 就是发表的一个新书 叫陪孩子学会情绪管理 好 那下面我们就掌声 有请王博士 谢谢 非常谢谢 Joyce的介绍啊 今天也特别荣幸 这是我第一次 在中国分享 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心理学研究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然后也非常感谢所有人 在这里参加 来到现场的人呢 和在线上观看的朋友们 我呢 因为是第一次 用中文分享自己的研究 所以可能有一些细节呀 措辞 用的不一定完全恰当 所以呢 希望大家如果听到了 积极指正 多多包涵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大家讲明白 讲清楚 那行 我们就现在开始 感谢刚才Joyce的介绍啊 我的人生旅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中国出生 然后呢 就高中毕业之后 就去了白俄罗斯 然后我用俄语 学习了心理学 然后在本科毕业之后呢 我又去了美国的纽约 用英语学了 继续学了发展心理学 我说这些呢 不是说想 凡尔赛呀 我会说很多语言 去过很多国家生活 而是这些经历 他们深深地影响了 我对于心理学 文化和儿童发展的看法 这也是我整个 心理学研究生涯的主题 那我研究什么呢 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 学习一个新的语言 然后又要用这个新的语言 去完成课业 这是一件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你们 曾经有过留学经历 或者在国外生活的经历 这都是很困难的 那想要去灭这样的挑战 我们怎么样才能去 舒缓这个压力呢 所以我就 我自己越来越关注 关于如何应对 日常生活压力这样的话题 比如说怎么样 什么样是一种 合理的情绪调节的方式 怎么样给自己和别人建议 还有就是发生了矛盾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 获得我们想要的情感支持 和从别人那里得到 和我们给他人提供情感支持呢 然后文化差异呢 又会让所有的这些问题 变得更加复杂 那我就开始在心理学中 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读了这么多的研究 读了这么多的书 首先呢 我就发现 应对压力的方式 被心理学家们粗略地分为 聚焦情绪和聚焦问题 这两种方式 聚焦情绪的方式呢 主要是通过情绪的表达 或者获得情感支持 来缓解生活中的问题 给你带来的负面情绪 那聚焦问题的解决方式呢 则是直接去关注问题本身 来给你带来压力问题的本身 通过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呀 或者向他人寻求建议呀 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我在研究文化的时候 发现现有的心理学家呢 把文化粗略地分成了 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 那个人主义文化它主要注重的就是 个人的自主性 自尊 情绪的表达 那么集体主义文化呢 更注重的是人际关系 集体主义文化的人也 往往具有更强的家庭责任感 但是呢 他们也通常不太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而是压抑自己的情绪 有件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这两种文化呢 他们居然可以和我们的世界地图 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往往呢 这个西方文化 或者说欧美文化 被定义为是个人主义文化 而东方文化 或者说亚洲文化 往往呢 是集体主义文化 那当然这些都是 现有的心理学理论 所支持的 接着来看 那文化和应对压力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现有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啊 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呢 往往更容易在应对压力的时候 去聚焦情绪 而且他们更愿意积极地去利用社会支持 来缓解压力 而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呢 更倾向于聚焦问题本身 而且不善于利用社会支持 也就是不喜欢麻烦别人 这样看来 这个文化和应对压力的关系 非常的简单 清晰 明了 线性 所以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 没有 我给大家开个玩笑啊 当然不是这样的 那难道他们的关系 就是这么的简单吗 并不是的 首先 我们在考虑文化的时候呢 现有的心理学 在测试这个理论的时候 他们选择的个人主义文化 往往是美国的样本 甚至是美国的白人样本 在选择集体主义文化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使用中国和日本的样本 那世界上有没有 除了这三个国家之外的国家呢 当然有 比如说 我生活过的白俄罗斯 比如说 同样说俄语的俄罗斯 那这两个国家 比如说 它无论是在世界地图上 还是在文化上 都没有办法说 它是个人主义 还是集体主义 那这两个国家的人 他们在印度压力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呢 已经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 一个俄国的心理学家 陈涂封吧 他的研究发现 俄罗斯人尽管和美国人 相比 他们更集体主义一点 可是 他们要比美国人 更愿意积极地利用社会支持 那这个理论 现在就已经不太成立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东方文化和亚洲文化 也不仅仅只有中国和日本文化呀 那东方文化难道都是一样的吗 那比如说 印度呢 难道印度人在印度压力的时候 和中国人和日本人 都是一模一样的吗 也不是 我的博士生导师 John Miller教授 他曾经做过 他曾经对比了 美国人 印度人和日本人 然后呢 他发现 印度人相对于 美国人和日本人 都更愿意积极利用社会支持 而和印度人相比 不光是日本人 连美国人都变成了 不喜欢麻烦别人的那种 最后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理论呢 是把聚焦情绪和聚焦问题的这两种方式呢 把它非常 就是一刀切地割开了 认为他们两个是互相对立的 你聚焦了情绪 你就不会聚焦问题 你聚焦了问题 你就不会聚焦问题 聚焦情绪 但是实际上 这两种处理压力的方式 也不一定是这么对立的 我有证据 因为有个研究者 他曾经让日本人 去为大家讲述 就是说 你曾经为别人提供的 情感支持 结果他发现 这些日本人 并没有 他们举的例子 并不是 就是很直白的情感知识 而是说 他们比如说 帮这个人去 搬了个家 或者是给了朋友 一个建议 这些在西方心理学 学者的眼中呢 是聚焦问题的一些支持 并不是聚焦情绪的支持 所以说 可能比如说 在日本文化中 聚焦问题和聚焦情绪 这两者 它就是互通的 那怎么办呢 我就决定自己研究 所以说 我的研究呢 主要就是通过 跨文化的对比 然后 这些年来呢 我研究的领域 包括 如何调节情绪 如何给他人安慰 如何提出好的建议 和解决冲突 那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 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关于 提出建议的这个 研究 也就是我的博士论文 还有一个就是 情绪调节的一个研究 说早了 所以我的博士论文 主要是为了去拆解 聚焦问题 这样的 这样的应对压力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在心理学中呀 关于情绪的研究 非常的多 无论是情绪的表达 情绪的认知 情绪的调节 情绪的压抑也好 心理学家最喜欢研究的 就是情绪 可是我们刚才也知道 应对压力 不光可以聚焦情绪 也会聚焦问题本身 但是 非常有意思的是 心理学家们 很少去研究 聚焦问题本身的 这样的应对压力的方式 那我就决定 要研究一下 然后我为什么 要选择了给建议呢 就是 其实 不管你相不相信呀 给建议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能用到的一种 应对压力的方式 在座的朋友们 请想一想 你们在过去的 一个星期里面 有谁 曾经给别人 提出了一个建议 您好 您提的是什么建议 我给我的儿子 就是因为他在 这种清新参议题 所以呢 我给他提的那个建议 就是说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那个 尽力把情绪 他就从 在你之后的 你来讲一下 就是 这个能源于 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 想这些方法 来怎么样 让他更有力的 接触情绪 好的 谢谢 那最近一个星期中 有没有人 曾经收到过 别人的建议 不管你愿不愿意呀 有什么建议 叫我小学的事 是谁说的 好的 谢谢 你看 我们建议 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处不在 但是 并没有很多人 去研究它 还有就是说 什么 那没有人研究的话 那什么是最好的建议呢 我们知道有 比如说 专家推荐的 调节情绪的方式 处理 处理情绪的方式 那有没有推荐的 最好的建议的方式呢 其实是有的 虽然说 虽然说研究给建议的人 比较少 但是呢 也有 有一个心理学家呢 就提出说 这样的给建议的方式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可能会跟我的老板 聊一聊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是针对一个 工作上烦恼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啊 就是 人际关系上的烦恼 和工作上的烦恼 已经被发现 是我们成人世界里面 最常见的两种 大家会寻求建议的情况 所以这个研究者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 然后他就会 他认为就是 首先呢 你给建议之前 要先照顾对方的情绪 要表示对对方情绪 有一种理解 然后呢 同时呢 你要通过这样 类似于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怎么做 然后 但是 要把最终要把决定权还给 听建议的人 这样的方式来照顾 听建议的人的自主性 因为自主性非常的重要 毕竟 没有人想被告知 就是 我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可是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强调自主性 它是西方文化的一个 或者说个人主义文化的一个特点 很多的集体主义文化 并不是很强调自主性 并且呢 有些研究 比如说发现就是 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文化的人 他更容易去叫问题 那之前的那个情绪安慰 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呢 而且呢 人与人之间 也会有一些责任感 就是比如说 在这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 印度的文化 它就更强调责任感 所以他们在互相帮助的时候呢 就会显现出 更直接的一种方式 那文化和给建议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关系呢 什么才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建议呢 于是呢 我就做了第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是一个情境实验 现在大家想象一下 假设你的一个好朋友 跑过来跟你说 他看到他表姐的丈夫出轨了 但是呢 他现在很焦虑 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他表姐 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回应你的这个朋友 怎么样的回应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 你来说 我注意到你担心你了解 对你表姐的新闻关系 不过你感觉到他的焦虑和担忠 然后我也能理解这种情绪 正在关心他们的这种关系 希望他们的政治 那但是我们再来看当下的情况 就是你只是有这个猜测 但并没有一个实际性的政治 或者我们就接下来 更多的关注和一些调查 然后如果它是真的呢 你再去考虑这种标准 还想这个是 如果它不是真的呢 那你可以把这个理由就放在心底 然后就 这样太好了 非常感谢 好的 大家喜欢这个建议吗 不行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 做这个我的情景实验 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 我给了大家呢 这样的一个情境 然后因为 其实我想要研究的 并不是最好的建议内容本身 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最好的解决方式 而我关注的是 人们如何给建议 也就是说给建议的形式 因为你同样的一句话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呢就选择了一个出轨的情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工作的情境 就是一个人他在现在的工作过得不是很开心 但是呢 他也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换工作 那我相信大家都能 都能感同身受这样的情节啊 然后呢 我总共从美国 中国和印度 招收了180个人 不是很多 因为呢 这个设计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问卷的情况 它不是一个打分的情况 所以说 然后呢 我呢 就发现 我从他们的结果中通过 智性的编码 分析 发现了三种常见的建议形式 第一种就是自主性的建议 也就是刚才我给你们看到的 之前的心理学家推荐的最好的建议形式 除此之外呢 我还发现了另外两种建议形式 一种呢 是分情况讨论的建议 另外一种呢 是直接的建议 这两种建议 也在我的这个三个国家人的样本中 大量的存在 它们存在的百分比和自主性的建议 几乎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似乎除了自主性的建议之外 还有两种建议 但是之前的心理学家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研究文化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自主性的建议 其实和之前那个建议非常的像 比如说他说我能理解 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如果我是你 我会告诉他 但这归根结底是你的选择 另外一个人说我会告诉他 然后但是呢 你需要决定什么对你是最好的 所以就说还是强调了自主性和对情绪的理解 那分情况讨论的建议呢 我要读一下这个典型的例子 因为它很有意思 它说 你的表姐是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她是居家型的 没有自己的事业 那你最好调查一下 看这是一次性的呢 还是长期性的 而如果你的表姐是事业型的 她经济独立 那你可以试探一下你姐夫 看她的反应 如果她不悔改 你再告诉你表姐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这三类其实是很像的 说有没有可能你表姐已经知道了呀 如果她还不知道的话 那你试探一下 她想不想知道 那如果她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呢 那你可以点她一下 还有一个人说 先探探你的表姐口风 看看她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什么 然后再见机形式 所以这三个虽然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他们是同一类 因为他们都强调了说 这里面会有不同的情况 他们经常会用 如果 就 要是 就 这样的词 还有就是见机形式 也就是说 她给的建议是跟分情况讨论的 它不是一个建议 有没有人喜欢这种建议 还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种 就是直接的建议 这种建议 顾名思义 它非常的直接 他会说 你必须告诉她这个事情 或者说你应该告诉她 你去见她 那聊 然后如实地告诉她 或者说你最好是告诉她 这是为了她好 别犯迷糊 直接告诉她 没事 所以这种建议呢 他们往往就是会用一些语气比较强烈的 直接的 其实性的词 应该 必须 马上 这样的词 那么大家猜一下 这三种建议 在我这三个国家的样本中 是怎么分配的呢 什么是直接 大声说 大声说 应该都差不多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揭晓 揭晓答案的时刻 是英文的 其实啊 每个国家的背试都给出了他们非常具有文化特色的建议 第一种建议 这个自主性的建议呢 不好意思 我没有翻译 它是美国人最常给的建议形式 第二种建议呢 分情况讨论 是中国人最喜欢给的建议形式 而第三种最直接的建议呢 是印度人最常见的一个建议的形式 我知道 你们有的人可能说 我不同意 我不是你那180个人的 人之中的一个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建议 没关系 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说 但是现在呢 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 这个文化的定义 因为你如果看这个 对比这个自主性的建议 和分情况讨论的建议 其实他们相对 都比这个直接性的建议 更委婉一点 对不对 因为直接性还是直说嘛 然后无论是自主性的呢 还是这个分情况讨论 他都稍微给他包装了一下 语气没有那么的强烈 可是你如果把这个自主性建议和 直接的建议放在一起呢 他们都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就是说或者不说 但是这个分情况讨论呢 他却给出了多个解决方案 那根据这样的特点 你还能判断 哪种文化是更偏个人主义 哪种文化是更偏集体主义吗 是不是有一点难了 有一点交叉了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文化本身 它就不是那么的简单和线性 我们没有办法把世界上的文化 简单地分成两种文化 那为什么呢 那如果说不是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文化这样的区分 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文化差异呢 根据我的研究发现呀 有这么几个可能性 就是大家在给建议时候的动机不太一样 有的人呢 他希望为朋友去出谋划策 所以说他就给出了 多种的解决问题方式 然后让他选 有的人呢 他觉得你是我朋友 我要对你负责 我要仗义 那我一定要就是帮你选出一个最好的 并且给你信心 让你就这么做 我是为了你好 有的人呢 他在给建议的时候 他会有更多人际关系方面的顾虑 那我要比如说让你去跟你姐说 那最后你们关系影响了 是不是会影响到我 那我在该怎么做人呢 以后我怎么面对你呀 是不是 然后还有的人呢 他是愿意提供更多的情感上的支持 也就是说 那这是你的事情 我不能帮你解决事情 但是呢 我可以安慰安慰你 让你有信心再去面对这个 棘手的问题 那当然呢 刚才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猜测 我必须要做一个研究 来验证我的猜测 看看我猜的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做了第二个研究 主要呢 是来研究不同建议给出者 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也是你们刚才说了 虽然说 当我就是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给的是这样的一些建议 三种建议 在三个国家中 是这样的百分比 那不代表 美国人他就不喜欢印度人的建议 对不对 只是说他更常见 他说不定 他看到了印度式的建议 他好喜欢 大部分美国人其实喜欢 都是印度式的建议 那所以 在第二个研究中呢 我呢 就把这三个 三种具有文化特色的建议呢 把它柔和了一下 然后给背试者 看了这三个建议 然后让他们选 让他们觉得 你认为在这种情境下 哪种是最好的建议 然后呢 并且呢 就让他们测量了 他们各种的动机 你觉得 哪个动机是最重要的 哪个动机是最强烈的 那研究的结果 首先呀 你就发现 哪怕是给他们看了 三个不同的选择 每个国家的人 还是选择了自己国家 具有文化特色的建议 都觉得还是那个建议最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关于动机的问题 关于就是 我发现呢 印度人和美国人 都比中国人 要有更强烈的 去支持他朋友感情 情绪的一个动机 然后呢 中国人和印度人呢 都有更强烈的 去帮朋友 出谋划策的动机 然后在 为朋友负责这件事情上啊 印度人最强 美国人最弱 中国人在中间 然后呢 也就是说 其实在 出谋划策这个事情 其实是 部分印证了 之前我们提到的聚焦问题 和聚焦情感的 应对压力方式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 但是呢 这个 去支持朋友的情绪 这一点 就是一个新的发现 因为 你看 你如果想一下 在印度人的 那个建议里面 你没有看到 一定点情绪 他没有说情绪 他就是说 你去告诉他 你必须告诉他 你应该告诉他 但是呢 你要问他们这个动机 他们却觉得自己 很想支持朋友的情绪 那为什么呢 就很有可能说 这个亚洲人 他不是不在乎情绪 而是说 他 他对那个情绪的表现 形式 不是 和美国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美国人是 很直白地告诉你 我要支持你的情绪 那 这些动机和建议形式的关系 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呢 是的 我做了一些 这个叫 对数回归分析 然后发现呢 在支持朋友的情绪 他 预测了 自主性的建议 然后 头脑风暴 出谋划策 和 对于人际关系的顾虑 同时 预测了 这个 分情况讨论的建议 然后呢 为朋友负责呢 预测了 直接的建议 所以说 基本上和我当时的 假设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 对于日常生活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假设 小李和小王 是好朋友 但是呢 小李是个中国人 小王是个印度人 不好意思 我不想念印度的姓 有点长 所以咱们就叫他小王 就假设他有一个中国姓 然后呢 有一天 这个小李跟他男朋友吵架了 那他心情很不好呀 他就来找他的好朋友小王 寻求帮助 那小王的回应呢 哎 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是写反了 小王是 小王是中国人 小李是印度人 好 那作为一个中国的 好闺蜜 好朋友 那这个 小王 不是小王 小李 反正就是个中国朋友 他呢 为他朋友 想出了五种 分析了五种不同的方式 哎呀 如果你这个 你们吵架情况是这样 你应该这么做 如果你看他的反应啊 你应该那样做 哎呀 把那个 印度朋友弄得 都晕了 就是我来找你 要一个建议 你给我 都弄晕了 你也没有告诉我 到底该怎么做呀 那他很生气啊 他觉得你这个朋友 不够仗义 可是呢 那他的中国朋友 很委屈啊 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 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人 了解到了 我的研究 那他们就会有 更好的 理解对方的方式 那这个中国朋友 就知道 在这种情境下 你的印度朋友来找你 他不是想让你 帮他分析情况 他是想让你 直接告诉他 怎么做 那这个 印度朋友 就应该明白说 哦 其实你中国朋友 不是说想推脱责任 或者说是 就是霍西尼怎么样 他其实是在 尽自己很大的努力 用自己的方式 来帮助你 那所以 知道我的研究之后呢 他就能促进 这两个人的理解 所以说我们啊 生活在目前这个 越来越全球化 然后多元化的社会中呢 所有人都可以 用到我的研究 来帮助你们 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和应对压力的方式 但是呢 我知道 有人又该说了 那你这个文化心理学 是不是就是塑造刻板印象 中国人这样 美国人那样 印度人这样 你就是研究了半天 最终结论就是这样 当然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 在没有我的研究之前 大家都认为 这个自主性的建议 是唯一的 放之四海皆准的 最好的建议 可是通过 我的跨文化研究 我们发现了 哪种建议是最好的 它其实是分人 也分文化 自主性的建议 并不一定是 唯一的最好的答案 它是一种很好的建议 但它并不一定 适应所有的人 我们还有 分析方讨论的建议 也有直接的建议 这两种建议 都是可以 成为很好的建议的 所以这个 才是文化心理学的意义 它并不是去塑造 任何的文化的刻板印象 而是通过文化心理学的研究 对于现有的心理学 进行一个补充 好了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给建议啊 什么的 我作为一个 情商管理中心的学者 我是不是忘了情绪 没有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情绪 在压力中 在压力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现有的研究 对于文化和应对压力之间的 有什么 有什么结论 就现有的研究认为呢 个人主义文化 它更注重情绪的表达 集体主义文化呢 更容易聚焦问题 并且呢 压抑情绪 但是 我们刚才 在我的研究中也发现了 你哪怕是对比 这三个 不同的动机里面 支持朋友的情绪 这个动机 都是非常强烈的 它甚至要强于 帮朋友出谋划策 和给朋友 一些 这个 为朋友负责 这两个动机 也就是说 哪怕是在一个 聚焦问题的 应对压力的方式的时候 或者说在一个 给建议的情境中呢 支持朋友的情绪 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 可是为什么这个动机 它没有显现出来 它到底是 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 所以呢 我就是在想 现有的理论 它 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呢 我又开始决定自己干了 那 因为我想研究 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调节 我非常在意 文化 还有你所在的情境 对你的影响 那现有的心理学 对情绪的研究 无论是从问卷呀 面部识别呀 甚至一些生物指标啊 都已经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研究了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 那出了实验室之外 在真正的实际生活中 人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情绪的 那研究这个 其实很复杂 为什么呢 我们心理学中说 人心难测 到现在为止 心理学都没有一个 像其他科学一样 很统一的测量心理的一种方式 嗯 非常难量化 有的人用问卷 有的人用脑神经 有的人 其实都还是在探索的一个阶段 那情绪也是一样的 它是心理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除此之外呢 成人不光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他会隐藏自己的情绪 甚至呢 他去 就是他会 他会 他会假装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根据不同的情境 假如说 你打了别人一拳 当然我不推荐你这样做 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然后呢 这个人面无表情 那你现在 我想问你 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情绪 无语 无语啊 你的戒毒 愤怒 不同的情绪 对 因为 他当他不表现的时候 你很难知道 他到底是在 他到底是觉得说 他愤怒的要死了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不能发作出来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生气了 他也有可能是 我一开始很愤怒 但是我想了想 我又不认识你 我又不在乎你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他就不生气了 那这个时候 他也是面无表情 所以说 当一个人面无表情的时候 你很难知道 他这个负面情绪 到底是被压抑了呢 还是已经被调解了 这个问题 也是心理学家的一个难题 然后 忘了说一句 文化呢 又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呢 我就从现实生活着手 我想知道 我想去收集一些人们 在现实生活中 应对压力的生活实力 所以说 我就招收了一些 美国人和中国人 来告诉我 描述一个他们在过去一年中 经历过的重要的个人问题 并且呢 我还问了他们说 你认为从情绪的角度 来处理这个问题 有多重要 从实际的角度 来处理这个问题 有多重要 然后呢 让他们解释为什么 然后我是招收了 79个美国人 和83个中国人 是他们的年龄 大概是20多岁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结果 就是在统计层面 在应对情绪 和应对 问题这两个维度上面呢 美国人显示出了显著的区别 他们认为 处理从情绪的角度 角度解决这个问题 要明显重要于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而中国人 是没有差异的 然后呢 我又看了他们解释的 为什么 这又是一个 智性的编码分析 然后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美国人说 如果没有情感上的安全感 任何的成就 都是毫无意义的 不论任何问题 情绪都是最重要的 这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美国式的回答 而一个典型的 中国式回答是这样的 情绪对于解决问题 没有帮助 我们得冷静下来 才能认真的 才能更好的思考 你从这两个例子中啊 就可以看出来说 美国人对 和中国人对于情绪 在解决压力方面的 认识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呢 他认为情绪就是 这个问题的全部 甚至是中心 是中心甚至是全部 而中国人觉得 情绪是解决问题 路上的一个 绊脚石 它是一个干扰 所以说 这应对压力的目的 到底是调节情绪呢 还是说情绪 是这个干扰因素 当然我上一个研究呢 并没有直接地 研究这个问题 而且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我是让大家描述 一个自己的重要问题 那这个重要问题 它很有可能不一样 也有可能有 大部分美国人说的问题 它本身就更情绪一点 比如说 太抑郁了 比如说太焦虑 那很有可能 中国人说的 大部分的问题 都是经济问题呀 或者更实际的问题 那是不是这些 问题的本身 造成了大家观点的偏差呢 这是一个 遗留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都是成人 那小朋友是怎么样 慢慢慢慢变成这样 产生这样的文化差异呢 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 到底是怎么变的呢 所以呢 我就做了第二 第二 不是 第四个研究 第四个研究就是 我控制了这个问题的本身 我给了中国和美国的小朋友呢 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两个故事的开头 然后这两个故事中呢 都有实际问题的一面 也有情绪的一面 比如说这个小乌龟的故事开头 就是说小乌龟呢 它要第一次 它是班上的一个学生 然后呢 明天呢 它要第一次去参加演讲 然后呢 因为它从来没有演讲过 所以说 就像我现在一样 所以说 它就感到非常非常紧张 然后它紧张地睡不着觉 这个是开头 然后呢 请你往下编 你觉得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续写一下 然后这个小狗呢 它的故事就是说 这个小狗呢 它很想玩 但是呢 家里没有人陪它玩 所以它觉得就是很伤心 伤心地就在这里哭 然后呢 请你接着往下续写 然后通过这样的续写实验呀 哦 大家可以听一下 就不好意思 这个是一个美国小朋友 但是我把它的文本翻译出来 我们就说 one more story 他讨论了什么他感觉 他讨论了什么他会说 他讨论了他的父母 他讨论了一个比较容易 因为他讨论了 他讨论了什么 他讨论了 因为他的父母帮助他 然后他回家 他到了学校 他议讨论 他觉得很喜欢他 他听到很棒 大家都喜欢他 很棒 谢谢 这个就是我的实验是怎么做的 就是以这样的线上的实验的方式 一个一个收集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小朋友都是现场编的故事嘛 他可能其实没有那么的流畅 他有思考的时间 但是你看 那作为研究者 我收集了这些故事 我是干什么 不是收着玩吗 不是 我是作为研究者 我从这个小朋友的故事里面 看到了什么呢 我第一个首先看到了 他去找他的爸爸妈妈 也就是说 他受到了一定的社会支持 我还看到了 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心里舒服多了 也就是说他情绪的一个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呢 最后呢 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他演讲得很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中国儿童叙血的小乌龟的故事 有没有人愿意读一下 好 很快到了第二天 小乌龟紧张地走上讲台 他安慰自己说 别害怕 你一定可以的 但是当他张开嘴演讲的时候 他说得磕磕绊绊的 他越说越紧张 说得满头大汗 这时候小乌龟看到了台下的老师 在看着他 仿佛在说 你不用紧张 这只是个演讲 你要相信自己 然后他渐渐地就让自己的情绪 冷静了下来 控制了自己紧张的情绪 他尽自己最大努力 回想了昨晚准备的演讲的所有内容 最后他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小乌龟走下演讲台的时候 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好 讲得非常好 让我们给他雷鸣般的掌声 好 非常感谢 那你们觉得我作为研究者 我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了什么 你们看到了什么 什么样的文化差异 您说 举手 非常好 欢迎您加入我的研究组 您和我看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 首先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 我们叫它中国的小乌龟啊 中国的小乌龟 它先自己调节了一下情绪 它安慰了一下自己 然后呢 这里面也有一些 对它情绪的描述 比如说紧张啊 满头大汗啊 非常生动的情绪的描述 也就是说在中国小朋友眼里 它是能看到小乌龟的情绪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刚才您说的 老师给这个小乌龟提供了情感支持 它在台下鼓励了它 最后呢 还又存在了一个情绪的自我调节 它控制了自己紧张的情绪 那 但是呢 这些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元素 也就是说收到了支持 还是自我调节 还是情绪的描述 都不是最抓住我眼球的 最让我吃惊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呢 是解决情绪的一个时机 你从刚才那两个典型的故事里面 你能发现 这个美国的小乌龟 它在演讲的时候 它已经感觉自己准备好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不紧张了 但是中国的那个小乌龟 它是非常紧张地走上演讲台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紧张交易的情绪 在它开始演讲的那一刻 还是存在那里的 并且呢 但是呢 它这个情绪并没有干涉它 就它还是很坚强地走上了讲台 它并没有说 我如果不冷静下来 我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事情 那这里面呢 就反映出了 就反映出了中美这个思维的差异 也就是说在美国小乌龟的眼中呢 我必须先要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 我才可以正常地工作 但是在中国小乌龟的眼中呢 这不是必要条件 我紧张就紧张 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做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获得社会支持的时间点也不一样 美国的小乌龟是立刻获得了社会支持 也就是它自己去赶紧去找了爸爸妈妈聊这件事情 而中国的小乌龟呢 是在自己已经尝试过调节 甚至自己都已经走上了讲台 才获得了老师的鼓励 然后呢 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些小朋友们样本中的一个数据分布情况 我这个里面并没有展示出来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趋势 我们刚才讲了文化差异的这个趋势呢 是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而越来越明显的 也就是说我当时分了一个7到9岁组 还有一个是10到12岁组 然后这个文化差异在10到12岁组是更明显的 要比7到9岁组的文化差异更明显 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的小朋友在7到9岁这个年龄段 对于解决这个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它是还没有显现出文化差异的 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呢 就体现出来了这样的文化差异 那基于研究三和研究四 我呢提出了一个新的 应对压力的两段式模型 就是说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 然后我们是个小人 然后呢基于这个实际问题 我们会做出一些情绪上的反应 然后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压力焦虑都在这儿了 都一起的 但是呢我们 我的这个两段式模型呀 就是说人们在应对压力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两步的 人们呢都往往会更强调去解决第一步 因为第一步是需要努力才能做到的 然后一旦完成了第一步呢 第二步就是水到渠成 那我们来仔细讲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说假如说 这是一个小蓝人 他遇到了一个压力 那这个小蓝人 他在第一段 也就是他努力去解决的这一段呢 他会扩大这个情绪反应 他觉得这个情绪 是我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要通过情感安慰呀 寻求安慰呀 然后表达情绪呀 去解决他的这个情绪 然后在他的眼中 一旦我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呢 第二阶段 这个实际问题 他自然而然就能解决 只要我情绪好 解决问题不是问题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一个小黄人 这个小黄人 他呢在第一阶段呢 他直接跳过了这个自己的情绪 就单刀直入 看到了实际的问题 那他就要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他通过什么呢 他通过寻求建议 他通过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像刚才那个小乌龟一样 他先把这个实际问题解决了 然后呢 他就会觉得 一旦我这个实际问题解决了呀 那我情绪自然而然不就好了吗 我不需要就是格外地去看 去看待自己的情绪 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型呢 它和过去的那些研究情绪的模型不一样 因为它就是更注重说 你解决 你放大 或者说你聚焦 你聚焦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过去的研究 它只是说 有人聚焦这个 有人聚焦那个 可是他们并没有探讨说 我是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更关注情绪 我更关注问题本身 然后呢 与此同时呢 在过去的跨文化研究中呢 往往啊 就是发现 美国人呢 就更像这个小蓝人 然后中国人呢 就更像这个小黄人 所以呢 在过去的样本中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更容易 或者说集体主义文化的人 更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情绪 但是他们并没有探讨 他是为了什么 去压抑自己的情绪 就是说这个第二步 是被忽略的 所以呢 通过这样的跨文化研究 我再次扩大了 我们已有对于应对压力的 这个理论上的认识 看看这个认识 能让我们干什么 也就是说 这种黄色的这一块 这个模型 是一直有在被误解的 好 探讨了一些理论 很枯燥 很没意思 都是一些虚头八脑的 那在实际生活中 怎么去运用呢 那咱们再次来看一下 这个小李和小王的故事 希望我这次说对 好 假设小李 小王是好朋友 小李是中国人 小王是美国人 然后呢 现在小李 今天感觉不太好 他去 他工作上受到了一些压力 然后他去找 他去找小王 然后小王过来想帮他 然后呢 这个小王呢 他就说 哎呀 我理解你的情绪 我觉得你现在经历的苦难 真的是太让人难受了 我完全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要是需要安慰的话 你就来找我 没了 那小李 他最重要的他很生气啊 我现在有一个工作上的问题 我跟我老板不矛盾 你不帮我出谋划色 你在这说这些都是干嘛呢 他肯定不高兴啊 但是如果说这两个人知道了我的研究 那小李就明白 小王其实啊 是在给小李信心 他觉得我一旦安抚好你的情绪 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好你的问题 其实是我对你的一种信任 那小王 不是 然后那个 如果小王他知道我的研究的话 他就知道 其实作为小李这样的人呢 他需要的不是情绪支持 因为他有能力把自己的情绪 控制在可控范围 他不需要额外的这种情绪上的支持 他需要的就是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 当然 我再次提醒大家 我这个跨文化研究或者文化研究 不是为了塑造刻板印象 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也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都那样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 你是一个印度人 但是你说我有一个中国魂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人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 而我们的这种研究呢 它其实增进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 这才是心理学的意义 和文化心理学的 就是意义所在 它不是说要告诉你什么样 而是说是有这样的人 他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 理解对方包容对方 然后通过沟通通过了解 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通过互相的帮助 和自我的调节 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 那现在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我学到了什么呢 第一点呢就是说 文化它塑造了 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压力的方式 也影响了人们 希望自己怎么样被帮助的方式 还有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 聚焦情绪和聚焦问题的应对方式 它是互相重叠的 聚焦问题的方式 也可以用来提升情绪 而聚焦情绪的方式 也可以用来防止情绪 去干扰你问题的解决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心理学中对文化的理解 应该摒弃二极管的理论 因为文化是复杂的 而不是线性的 这里面我再多插一句啊 就是已经有数据表明 不是说我自己说的 70%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所有的心理学研究 都是基于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 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 这样的一个样本 来做出的总结 这个词呢 他们放在一起叫一个 weird 如果您知道英语 就是奇怪的意思 它是缩写就是 white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意识 二是 什么 rich 一是educated 二是rich 然后D是democratic 就是强调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样本 而这个心理学家 他叫 Rnet 他在2010年左右呢 做过一次这样的调查 然后发现 这个样本大概占了70% 10年后呢 2020年 他又做了一次调查 发现这样的样本 减少了10% 也就是10年 我们的心理学 还是在以 这样的样本为主导 建立一切的理论 和所有的实践指导 所以这样其实是 心理学中一个巨大的样本偏差 我们对于这个样本 其实已经研究了很头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你总要从 有一个开始嘛 不管是什么样本 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认识到 这个样本 它到底 是不是用于 其他的样本 因为毕竟 文化 跟心理学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没有文化 可以说就没有心理学 那我是不是还有一些 没有解决的问题呢 也有挺多 因为 首先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模型 我只是在儿童中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得到了一些数据支持 我并没有 真正的从成人 有验证 就是小朋友 他长大 是不是越长越像中国人 越长越像美国人 这样典型的方式 我并没有这样的数据 那作为严谨的我 我是希望 从成人的角度 再来做一个 类似的研究 而且我也已经 开始在做这样的研究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回到这个 情绪意志的问题 情绪压抑 是件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如果说是 完全否认 东亚人或者是 中国人 压抑自己情绪 这样的说法 肯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也有很多的 研究数据表明说 在 相对于美国人来讲 亚洲人 确实是更 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绪 可是 话又说回来 我们刚才看到的 小乌龟的故事里面 我们是能意识到 这个情绪的存在的呀 我们并没有觉得说 完全忽略 一点都不在乎 这个情绪 所以 也就是说 不同文化 对于情绪意志的理解 是有差异的 那这个差异在哪呢 现有的心理学研究的方式 还不能给我们答案 所以这是我 未来想要做的 另外一个课题 还有就是说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儿童 它是如何被社会化 并且养成了这种 具有文化特色的 应对压力的方式的呢 到底是 怎么形成的 还有最后就是说 文化心理学 我们讲了这么多理论 我们探讨了这么多 它在实践中 到底是怎么用的 那我未来的研究呢 就还是将聚焦于 关于如何应对 日常生活中的压力 这个课题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我已经设计了一个 小乌龟故事的 成人版本 然后呢 这个问卷 现在还是在出册 然后可能慢慢地会发给中国人和美国人 让他们做一下 然后看看 有没有新的发现 并且我将会在这个问卷中 更直接地去问他们 到底是怎么想的 基于我的那个模型 然后另外一个研究呢 是我 现在在和 在耶鲁 主要做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研究 情绪意志 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义 我们是有一个 识人的 大组 中国美国都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 在讨论心理学的研究啊 甚至是这样 系统性的文宣 综述的时候 都 受制于 语言的限制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研究呢 都是 英文 您要是读心理学 读心理学理论也好 书也好 大部分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你也会找 就是英文的杂志 它一定是就是 最权威的 排名最高的 什么 index 值都是最高的 那我们中国 中文的 发表的就没有了吗 我们没有在做任何的研究吗 当然不是了 我作为中国人 我知道我们是有的 所以说 我在做这个系统性文宣 综述的时候呢 我同时看了 英文的 六个英文的主要数据库 然后也同时看了我们 中国的三个主要数据库 就是 织网 微谱 万方还是万科 万方 对 然后我们的组里面呢 有七个 中英双语的 还有四个只说英文的 研究者 然后我们最初 找到了六千多篇 有关中国 儿童情绪 意志的文章 然后最后经过 层层的筛选 我们最终锁定了 103篇 然后这个里面有 45篇英文的 和58篇中文的 为什么分享这个呢 不是为了 去炫耀我的数字 而是说 你看 我们中国人研究 中国的儿童的 情绪压抑 还是用中文 发表的更多 而这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研究呢 由于它并没有 用英文被写出来 所以 也就相当于 在心理学中 是不存在的 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研究 现在反正就是 还是在进行中吧 然后还有一个 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呢 就是 我认为 书 也就是绘本 它是传递文化的 一个重要通道 为什么呢 因为绘本 是由成人 写给儿童看的 所以它是连接 成人和儿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所以 它里面传达了 成人自己的 一些想法 重要的是 它还传达了 成人认为 好的 或者是应该 让儿童知道的想法 而研究绘本呢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绘本的内容本身 它的内容本身 到底讲了什么 它情绪在这些绘本里面 究竟是怎么样 被演绎出来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读书的方式 因为读书 要有书 要有读书的人 作为老师呢 他读书可以有各种方式 那 如果您是心理学专业的 您可能知道 现在西方 有个很流行的 就是说 对话式阅读 那对话式阅读 被认为是最好的 阅读绘本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 文化心理学的 我又蹦出来了 那是你们认为 最好的方式 那是不是还有 其他的方式呢 那这个就将是我 未来要探索的课题 然后因为这个课题 和儿童的绘本息息相关 我最近也是和 爱乐公益 基金会的人 进行了一些合作 他们对我的这个项目 进行了一些支持 也帮助了很多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绘本 最后呢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也说了 二极管的文化分割 然后也说了 我的一些研究 我的研究目前 主要是基于国家 我用国家来定义文化 中国 美国 印度 这样的俄罗斯 但是呢 其实文化 它是多重多样的 社会阶层可以是文化 性别是一种文化 民族是一种文化 年龄是一种文化 甚至意识形态 也是一种文化 那我们在研究文化的时候 我希望在未来 是可以探索 更多这样的多样性的 然后这样可以 更好地帮助 小李和小王 最终呢 我想感谢 纽约的 跨文化心理学实验室 耶鲁大学的 情商研究中心 耶鲁的儿童研究中心 还有中国和美国合作的幼儿园 以及所有参与过 我研究的小朋友 家长 老师和大人们 也非常感谢 所有人的 听我今天在这里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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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